一个能让人发财的游戏 只要按照要求通过13关 就可以获得一个亿 今天为大家带来电影《十三害人游戏》 阿琪是个普通的推销员 在一次向学校推销音乐器材的时候 发现客户被自己的同事抢走了 而车也因为太久没有缴费被拖走 回到公司还因为业绩太差 被老板炒得鱿鱼 这种时候妈妈还打来电话 索要妹妹的学费 阿琪虽然答应会立马转账过去 但实际上她已经身无分文 就在她苦恼的时候 接到一通陌生来电 对方说他们正在举办一个挑战活动 只要通关就可以获得相应的酬金 按照对方的要求 阿琪打死了墙上的一只苍蝇 很快她的手机就收到1万块的到账提示 第二关是要她吃掉那只苍蝇 这次她将会得到5万块 虽然有些犹豫 但阿琪还是照做了 果然5万块很快到账 这下阿琪彻底相信了 对方说一共有13关的挑战 只要她完成全部关卡 就可以获得1个亿 阿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挑战 临走前 她把抢自己客户的同事狠揍一顿 第三关题目比较简单 只要她把三个小孩弄哭 就能得到10万 阿琪将目标选定在幼稚园 但一想到自己小时候被欺负的场景 她就下不去手 不过为了钱 她还是选择了按照指示座 完事之后她便逃之夭夭 幼稚园的老师并没有追上她 于是选择了去报警 警局里正好遇见了同样报警的阿琪同事 很快又进来一个被抢前的乞丐 根据描述可知又是阿琪干的好事 通过抢走乞丐的前关 她通过了第四关 第五关是要她去一家餐厅吃指定的食物 吃东西能有什么难的 阿琪想也没想踏进餐厅 没想到端上来的菜品竟然是想 面对这份午餐 阿琪是纠结万分的 最终她还是忍着恶心完成了任务 而这一幕正好被来到餐厅的同事阿琪看到 阿琪赶忙落荒而逃 这时她的余额已经来到了五十万 第六关 她必须在公交站找到一个关系人 换取一个新的手机 获得线索 阿琪按照指示来到公交站 发现这里有个疯子 看样子 疯子很可能就是线索人 疯子自言自语的说着一些奇怪的话 告诉她 只有搭上六号马车的正义者 才能接近上帝 出来的阿琪发现了阿琪的怪异举止 她正准备追上她 问问怎么回事 阿琪连忙爬上了六路公交车 在车上发现了自己要寻找的手机 然而那只手机事先被一个混混捡到了 为了抢手机 两人打了起来 司机迫不得已停下车 两人正好摔倒在菜市场门口 阿琪抡起一根猪蹄 砸晕了小混混 然后从她身上找到了线索手机 而此时警方也注意到了 犯下各种暴行的阿琪 开始对她进行了追踪调查 而阿琪还在继续按照指示完成任务 第七关 是从一口井里捞出一具 泡了十天的尸体 然后再告诉死者的亲人过来收尸 虽然有点惊悚 但完成的还算顺利 完成之后 阿琪的余额又增加了 有了钱之后 她打算去挽回前女友 但对方一看她这个虽样 根本就不想搭理她 而且人家已经有了新的交往对象 就在阿琪准备放手的时候 任务又来了 第八关 需要她打晕一个身上有符号8的人 恰好这个人就是前女友的男票 阿琪当即公报私仇 狠狠地打了对方一顿 但看着前女友伤心的样子 她又于心不忍 和前女友一起将男票送去了医院 恰好撞见前来抓捕她的警察 在医院兜兜转转之后 阿琪终于逃脱了 然而第九关的任务却是 要她再回到医院 带走一个老太太 她一回去就被护士发现了 护士立马通知了警察 警官正欲进行下一步追捕 却收到上级的通知 让她停止搜索 就这样阿琪顺利地从医院 带走了老太太 第十关 她要按照老太太说的 完成一个任务 老太太的任务没有什么难度 只是让她帮忙绑一下亮衣绳 本以为这次终于可以不再伤及人命 然而她却发现 亮衣绳竟然横穿了公路 此刻几个小年轻正骑着摩托车 朝这边分奔过来 阿琪赶紧大叫阻止几人 然而小年轻并没有把她当回事 车速不减 最终酿成惨剧 看着这一幕 阿琪痛苦至极 这个游戏的疯狂程度 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 另一边 同事阿童回到公司 在一个网站里发现了13关游戏的秘密 她立刻赶来阻止阿琪 但事已至此 阿琪不能再回头了 第11关 大boss让她杀掉阻止游戏进程的阿童 为了救阿童一命 阿琪选择杀掉她的爱犬来警告她 气愤的阿童来到警局报警 却意外发现 警局竟然和这个通关游戏有关 走投无路的阿童只好选择自己调查 得知附近的一个农场 有人砍杀了很多牛 不用猜测 就知道一定是阿琪干的 此时已经顺利通过12个关卡的阿琪 来到了最后一关 只要通过这一关 她将得到一个亿 追来的阿童正准备阻止她 结果被一个黑衣人打运带走了 醒来后 她终于看到了这个游戏的大boss 发现了这个游戏的真相 原来阿琪做的一切都被全程实时直播 收看的人全都是有钱有势的大佬 他们利用人性的贪婪来取乐 这场游戏就是他们策划的娱乐项目之一 只见直播里的阿琪走进一个房间 房间中有一个被绑在椅子上的男人 以及一把刀 揭开面罩 她发现男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这一关的任务需要她亲手将父亲杀死 一想到小时候 父亲对自己拳脚相加 阿琪忍不住拿起刀对准父亲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 阿琪又想起父亲对自己的好 最终阿琪的人性战胜了对金钱的欲望 她不忍心杀掉父亲 决定要放弃游戏 然而就在这时 父亲却将刀插进阿琪的身体里 原来游戏者不止阿琪一个 父亲也是选手之一 只是他没有像阿琪那样战胜对金钱的欲望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上映于2006年 除了配乐和构思十分用心之外 结尾的反转可以说为电影主题棕色不少 同时电影深刻剖析了人性的善与恶 欲望让阿琪一步步走进深渊 从意到难的引导 让他破坏了需要遵守的一切准则后 再也无法回头 然而阿琪的内心是善良的 他不忍心伤害无辜的性命 面对童年给他带来伤痛的父亲 最终他的人性战胜了欲望 选择了宽恕父亲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战胜欲望的 这也是人性的复杂之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